作词 李宗盛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 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时间万千的变幻 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 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情温暖它心房 看透了人间聚散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沉溢的月光把梦照亮 情守护它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疯子早就该送进疯人院了 木槿叔只有加上这个儿子 怎么舍得把他送进疯人院呢 难得留他在这儿杀人吗 我刚才差点被他掐死了 家生平时从不会攻击别人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病人这个样子 不如 我们赶快找个地方搬吧 这里太危险了 可是在这里住得好好的 左人右舍也不错 这里住了个杀人疯子啊 阿南 你不许自己着想也为小林着想吗 找到地方我们就搬 喔 好好玩 阿南 阿南 别慌 阿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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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华 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 阿熊 阿熊 我有了 你说什么 我有了孩子 真的 我们不能再拖了吗 还是赶快离开这里 阿熊 好 我们今晚就走了 阿熊 真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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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花阿雄 你们回来了 什么事 嘉生你被又发作了 下来发狂的又要杀人哪 怎么会这样 嘉生 嘉生 不要怕 来 喝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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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叔叔 嘉生怎么样了 他本来好好的 嘉生 我叫他大后相去晒木鸡 不知道为什么 病突然又发作起来 自动嘉生和岳花结婚之后 在岳花的照护下 情况都很好 病很少发作 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 他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要 不要 嘉生 你还认得我吗 不要 我是大哥 不要 嘉生 不要 我是大哥 不要 嘉生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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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花 杨花 不要 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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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 我知你在想什麼 你是不是不想走 玉花 我去我們家後才走了 可是 我肚子裡的孩子怎麼辦 我不能再等了 你是不是真的不想走 好 你就留下来照顾家生一辈子吧 月华 我会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月华 月华 叔叔 不用担心 家生的病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我会打住了 叔叔 你拿着 阿雄 你给我这些钱干什么 这些钱是我这些年存下来的 你拿去 给家生找个好医生 把病医好 这些钱是你留下来 要娶老婆用的 我那婚事不行 家生的病要紧 家上的病是不会好的 你拿回去吧 叔叔 对着收下吧 好 我给你留着 以后你去老婆的时候 用得着 你看 我给你做了衣服 好看吗 不要 不要 不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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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生 衣服我放在衣橱里 往后 你自己拿吧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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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想 我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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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乖 我不要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家生 以后你可要自己照顾自己了 家生 以后你可要自己照顾自己了 家生 以后你可要自己照顾自己了 不必了 我赶着出去 你要去哪儿啊 约了朋友 拖她找工作 安玉 这么晚了还要出去啊 去找欧太太打牌 行不行啊 行行行行 今晚不要等我睡觉了 早点回来啊 知道啊 在那天上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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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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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雄 火车快开了 我们走吧 妈 新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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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 Group 替你 Beat 月华 你回事 那怎么了 月华 新娘子 新娘子 驾生 新娘子 invitation 拍蹈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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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教授 教授 你没事吧 教授 教授 你用不着 快走 我们走吧 快 我们快走吧 好 阿熊 阿熊 我们快走吧 快 走 快走 赶紧去投胎啊 教授 对不起啊 就那么急 我肚子头 我肚子头都没你们那么急了 大叔 待会儿在前面挺一下啊 我肚子头都没闹 大叔 就这儿 哎 你要在这儿下车啊 是啊 要是跟你一起回去 会让豆腐界的人看到的 你先回去 我待会儿就跟着来 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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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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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娘的不知道 我亲娘的 我不知道啊 阿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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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了你 阿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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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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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救救救命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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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开门啊 快开门啊 快去开门啊 太 mig啦 不至于是它里头缘呢 快去开门啊 十二 entrepreneurial 这是什么 我要加生啊 你怎么会把你抓住呢 佳生 佳生 你不能死 佳生 你怎么很希望你杀死 他手里握着东西 真可怜 好像是上衣的口袋 我猜一定是那对男女杀的 那我们把他交给警察好了 对 你为什么怀疑那一男女是凶手 不是啊 我当时肚子痛敢去厕所 那一男女紧紧张张的把我撞了一下 跟着就急急忙忙的离开了 当时啊 街上没有人呢 我相信一定是他们干的 阿伟 你跑去哪儿了 把我瞎坏了 没事 佳生为什么无缘无故的被人家杀死 你还记得那两个凶手的样子吗 不记得了 刚才我没仔细看 你仔细想想人命关天 是啊 这位大哥 你想一想 要是抓住那两个凶手 我们就可以替佳生报仇了 是啊 你快想一想吧 麻烦你想一想 你再想一想 你想一想 我想起来了 那个女的好像是在豆腐街卖木鸡的 是月华 男的呢 高高大大的 难道是山猪熊 哎呀 佳生 你死得好惨啊 你自己在他们两个都不在 依我看 一定是他们两个扮演私奔 被佳生发现了 所以他们杀人灭口啊 是 说得对了 佳哥 你死得好惨啊 我们赶快去抓那两个肩负义物 逃为佳生报仇 走 走 快点 不知道佳生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看 我们还是回去吧 来 他们在这儿啊 救救他们两个 快走 快走 别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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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我们初走也有罪吗 杀死佳生就有罪 佳生死了 你说什么 佳生死了 是你杀的 是你这人 是你这人 还是你冲坏了 不是 这是你了 叶敏人 上去 还想不要脸呢 你这不要脸的女人 还想跑 逃跑 过去 过去 不 家政 家政怎么会死的 家政 这都没有假猩猩 不 我们没有杀家政 没有 为什么你们要逃跑啊 不 我们没有为罪逃跑 我们只想在一起 我们只想离开这里 你这个臭女人 你还有脸说这种话 你知道你是谁的老婆吗 这 还不是你逼的 你这个狐狸精 是我瞎了也把你带到这儿来 佳生啊 你死得好惨啊 是卖菜山害死你的 一定是佳生发现了你们的奸情 所以你们就要杀他灭口 你们太狠毒了 是不是 不 我们没有杀佳生 如果我们是凶手的话 我们早就坐火车走了 难道还会待在火车站等你们来捉吗 那是因为你们赶不上火车 人不是你们杀的 亏是谁杀的 在豆腐节 谁不同情佳生的遭遇呢 是因为杀爱这么一个可怜的人 是啊 人得早说得对 一定是佳生发现你们的奸情 所以你们要杀他灭口 不 阿兄阿兄 佳生啊 对你好像亲哥哥一样 你叔叔把你从小抚养长大 就把你当下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你只要对付佳生 你还有人性啊 你 你简直是畜生啊你 阿兄 你连我也一起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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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生 放开我啊 你 我们没有杀人啊 你们没有杀佳生啊 假之啊 你真羞 unseren 放开我 我们没有杀佳生 我们不是修手 放开我 放开我 我们真的没有杀佳生啊 再与我 你有两体的东西啊 有没有呢 他就羞成了 你借过一路啊 你借你了 阿兄 借你了 你借人了 下次是好 这人家放不得 该下 你怎么下 给脱子了你呢 放开他 放开他 不管他的事啊 这人家 该死啊 那人家 不要 不要过来 阿兄 不要过来 放开他 快点放开他 要不然我开车了 放开他 不关他的话 别借人了 放开他 不关他的事 这些都是我 阿兄 是我威胁他跟我走的 是我黑死家生的 不 阿兄 阿兄 家生不是我们杀的 家生不是我们杀的 谁想起来 那人家是我们杀的 还想 还不承认呢 狗胎怎么看 家生不是我们杀的 爱你 因为神爷没有杀的 但是他是因为我而死的 不 阿兄 不是的 不是的 阿兄 阿兄 我对不起你 我忍了我们的孩子 你要好好的活下去 不 阿兄 我可不得 我们的孩子出事了 不 家圣 他不是我们杀的 放开我 家圣不是我们杀的 请你们相信 阿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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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这么杀 家圣 他真的不是我们杀的 不是我们杀的 阿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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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 我做了一场噩梦 你怎么了 你不舒服啊 我觉得头很痛 你发烧了 我觉得全身肌肉都很痛 我 我的喉咙也很痛 我们接口 有个姓杨的医生 明天早上我带你去看好不好 哪儿不舒服啊 这儿 你洗洗啊 洗洗 洗洗 很辛苦 洗洗 洪姑你也在这儿 是啊 我头痛又发作了 所以来给杨医生看看 你们坐 谢谢 行了 没什么大碍啊 你先坐一下 我配药给你啊 要按时吃药 你来了 不舒服吗 不是 是我先生他发烧喉咙痛 听说你先生被日本鬼子捉去 最近才回来 日本鬼子害人不浅啊 害的人气底子散 家破人亡 我老婆和孩子也是被日本鬼子丢下的炸弹炸死的 杨医生真可怜 一个人孤零零零的 是吗 是吗 行啊 按时吃药 每天三次 每次一科 好 可以做 不客气 江先生 听说你也是被日本鬼子捉去修死亡铁路是吗 是啊 我也是被日本鬼子捉去修死亡铁路的 那时候他们还逼我给日本鬼子医病 幸好我是医生 能够医病 要不然 我像其他人一样 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死在那儿 是 是 一提起日本鬼子 我就满腹牢骚 对不起 对不起 黄瓜 轮到你了 进来 你没事吧 没事 江先生 马上到你了 你等一等啊 大人 我 我和我 我没事了 不用看了 走吧 都来了 就给医生看看吧 不了 不用看了 喂 喂 你 唉 我越想越觉得安安的丈夫很面善 好像在哪儿 进口面 大家都住在豆腐街的 难免会碰面 所以你才会觉得熟悉 也许是吧 红姑啊 我配药给你吃啊 好 你按时吃药就行了 谢谢 哎 他们呢 是啊 去哪儿了 去年有一个汉奸在二马路被人家发现 当场就被人打死了 被人打死了 怎么啊 有心事啊 没有啊 那还不快吃面 别吞扫啊 我来交费钱呢 哎 六叔啊 你真准时啊 真谢谢你啊 不行不行不行 慢走啊 会儿 哎呀 吓死我了你 怎么你以为我是小偷啊 放心好了啊 我不是来偷钱的 我是来偷心的 哎呀 光天化日你想干什么啊 我是怕如果今天我不来看你的画 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你了 你说什么 你快说呀 你也知道我的情况 回来这么久了 我连份工作都找不到 每天拿我老婆的钱过日子 我心里真的不好受的 工作找不到可以慢慢找 总会找得到的嘛 很难的 现在在外头是工作少 找事做的人多 我的朋友在仙罗 做木材生意 要我过去帮忙 可是他除了我今晚就动身 所以我今晚就得走了 这么急呀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你也知道 我跟我老婆没有感情 夏莲又对我这么陌生 我想可能这么一走 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我怎么办呢 其实我就是舍不得你 我心里有句话 一直很想跟你说 可是我知道我不该这么想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说呀 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走 我 我知道我不该这么做 可是我也知道如果失去了你 我以后的日子不该怎么过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 睡不着 我想要跟你一起离开这里 到了仙罗 我们找一小房子 快快乐乐地过我们的日子 不用像现在这样偷偷摸摸的 我想这只是一个梦 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我 我 我跟你走 真的 真的吗 我太开心了 好 但我们离开这里 到了仙罗 我会进森林看着那些伐木工人 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聚少离多 不过没关系 等我存过了钱 我自己做生意 我会让你过得舒舒服服的 你要进森林 那太危险了 为了你 为了多赚一点钱 再危险我也不怕 不 我不让你去 那 我还有点钱 我们带点钱过去 做点小生意 那不就行了吗 你有多少 我自己有一千多块 那 再加上这些手势 我想应该够了 要做生意 只要顶下一个店 两千块钱怎么够呢 不如 向云的是那儿 还是不要打她的主意了 我这一走啊 太够孤苦伶仃的了 他也需要一些钱养老嘛 说得对 说得对 这些是别人的 我知道 我们又不是不还给他们 等我们赚过了钱 我们脸本带力地 还给他们好不好 好吧 好吧 好 要走就快点 下午四点 我在接口等你 我在接口等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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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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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医生 收担了 啊 怎么这么晚才出来买菜啊 是啊 本来想跟你买些油条回去配粥的 不好意思 我今天全都卖完了 没关系 明天我帮你留一些 好 谢谢你啊 对 哈喽 你知道家生被杀的事情吗 嗯 木鸡叔真可怜 一场战争把家生变成这个样子 但一夜之间 是一个儿子 一个侄儿 白头人 送黑头人 这是人间一大惨剧 怪来怪去 只怪那些日本人 还有那些汉奸 汉奸 好 我想起来了 他就是汉奸 怪不他要避开我 不敢给我看病 杨医生 你说谁啊 谁是汉奸 安安的账 好 杨医生 你没有认错人了 不会的 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 我还是认着他 当年 我被日军抓去宪兵部的时候 看见他陷害了很多人 后来 我被抓去修死亡解露 他又在那儿作为作福 害了不少人 有一次 我替虎辱智商 让他看见了 他诬告我是抗日分子 幸好我是医生 日本鬼子需要利用我 替日本鬼子智商 我才没被杀头呢 后来 日本鬼子投降了 很多人要找他算账 他就和当地一个有钱有势的女人 他们结婚无声无息地躲起来 好 现在他回来了 这笔账我一定要跟他算 阿伟 回来了 我去洗衣服了 人家随着 就说是 在那里 这笔账 那笔账 一定是 那笔账 有他们试图 那笔账 你再吃 你 家生 说你握着东西 家生啊 你不能死啊 家生 这是上帝的口袋啊 家生 这一定是那家杀人救手的 没人 我不不得了 可是乖 Пр买 是乖 半哥 还有绿范 やって乖 放在标主 reins随他 我得走了 你的口袋为什么会不见了 这口袋本来就已经松了嘛 可能 可能是我不小心用手抓掉的 阿伟 快告诉我 为什么匆匆忙忙的要走 是不是跟家山的死有关系 喂 你不要胡说八道 神经病 你不能走 你走了会连脸月花 害死月花的 你个住嘴 你不要胡说八道啊 小林乖会帮阿姨妈捉走 来小林乖 先下来 你疯了 神经病 神经病 我是你的丈夫啊 你想害死我 大声让让什么 阿伟 做人要有良心 你不能一走了之的 再来 爸爸妈妈有吵架 那个丑八怪想掐死我 我杀了他又怎么样啊 家山已经够可怜了 你忍心下得了手 你这样做 怎么对着锦木槿属于家人呢 反正他一日白痴了 活着也是白活的 你 你 你还是人吗 如果不是人的话 几年前他早就死了 你说什么 几年前你已经认识佳生 你是不是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 为什么他一看见你 就那么激动 而且还要掐死你 难道 难道是你把他害是这个样子的 是啊 是啊 是我说他去献兵营的 是我把他的脸伤成这样 那又怎么样 他现在死了 能够找我报仇吗 能够吗 原来你是汉奸 不要叫我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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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离开这里 到一个被遗忘的小镇 我只想静静的和你相爱一生 带我离开这里 到一个被遗忘的小镇 找回我和你安黯已久的星辰 但只有你的味 才能抵挡也还能 只有在紧紧拥抱中 才能感觉到一点 永恒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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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